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片山全是我们黄渡称的茶园 我们现在前程种植经营茶叶面积达到了4.8万亩 2019年我们的茶叶产值特破了4亿元 人间收入超过了4.9万元 这个20年前相比完全是天让之别 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第一药物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一个地方的发展 搞起来 没有种茶叶之前 黄渡称人间收入还不到1000元 那么之前其实我们是很贫穷的 当时我是89年 生这个称的支部书记的 当时这个称也是前线有名的贫困称 那么路是一点弯弯牛的在泥巴路 学校是迴房 称部是迴房 96年到99年的时候 向党委书记说 王冬要搞一块一七枚的白杂基地 种的时候呢 我们乡政府也非常重视 就是采取捕捉的办法 种之一亩捕捉300块 还有一个呢 党员干部带头重 慢慢慢慢慢慢的就是带动了老百姓 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规模 2003年4月9号下午 我们习书记来到我们黄渡称来私茶 当时我们那个路也不好走 反正都是泥巴路 它就是一路走一路看 走到我们基地的时候呢 它也问得很仔细 这个茶苗是在哪里搞的 我说我们这个茶苗呢 是那个一片叶子 就是一棵茶苗 他们繁殖以后 我们就是买这个茶苗 晒鲜带头种了17亩的白茶基地 我们每年呢 在采取期之前 召集当地的老百姓 培训这个茶叶 怎么种植 怎么采取 怎么架工 习书记呢他还在问 通过种植了白茶 经济收入怎么样 我就跟习书记说 他们的收入呢都泛泛了 当时呢我们这块基地呢 这个经济效应呢 已经产生了18万多块钱 他听了也很高兴 他就总结了一句话 他说一片叶子 成就一方产业 付一方百姓 我的中文黄渡啊 通过种茶也确实富起来 关键在于 市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的这句话 我们觉得他站在高处啊 看到了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我们把荒山荒地 变成了茶园 我们就加快了种植的步伐 我们到08年 10年的时候 种植面积就超过了一万五 在前线 是走到这一块 荒山其实就是绿水青山 那么我们就把绿水青山 就展化为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那么我们当时 浙江有26个千发达县 还有361个千发达县 那么当时 那么当时 几几分钟是带入浙江省委书记以后呢 他在赏村的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跑了十一个地址 二十多个县 这个县力相当的 是我们浙江的千发达三区县 他一直强调 没有千发达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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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tem三和三�le Bibel 浙江潛放在山區的家 是一個非常重的 一個農民寺富的農民 那麼茶葉也成為農民寺富的一個聚寶棚 所以一片一種 附了一方百姓更大的範圍 所以就被我們浙江 二十幾個潛放在山區 都有逐筆的指導力 浙江呢 山多 樹多 我們現在森林覆蓋率是百分之六十 擁有良好的生態優勢 如果能夠把這些生態優勢 轉換為生態經濟的優勢 那麼綠水青山就變成了精采融化 其實林寺基的這家工具 五個年頭 02年到07年 那麼在這個時間段 我們實施的範圍協助工程 實施的潛放的小組本小康工程 到2007年 我們所有三百六十一個小組 農民審救收的 幾步超過了 全國農民收的貧窮水平 那麼到2015年 這家二十六個千萬大線水平 怎麼 這家成為 穿過小組全體貧困 最早的省份 那麼2018年呢 是市民之江省委員習近平同志 到黃杜城來十五周年 我們回顧這十五周年來 我們真正的通過重查業 走上了一條富裕的道路 我們的人金數量已經達到了五萬元 然後就這樣呢 我就帶了二十名黨員代表 給總書記寫了一封信 一呢就是現在匯報 十五年來 通過重查業制 確實浮起來 第二個呢 我們以我們的微博之力 堅持一千五百萬種查秒 幫助貧困地區 投屏致富 那這個新基礎集以後呢 18號呢 我們得到了總書記的 這個重要批示 總書記說 吃水不忘挖金人 致富不忘倒燈 這句話講得很好 增加了銀水誓言 不忘倒燈的意思 弘養了先富幫護士 打贏特兵攻堅戰 這個很有意義 那麼總書記回信以後呢 在貨物院服務院辦 開發指導師的代理下 開始了就是 對西北南地區啊 進行了考察 最終確定了 幫助三省四省 五千八百三十九零 劍倒立卡群眾啊 捉上了這個查秒 這個地面是 經常國際也偏意思 又引出了一個 更大範圍的就是一個貨物 我們適合於發展查查的地方 不可以通過這一篇椅子 那些地方百姓 這屬性啊 也給我們這一篇椅子 那些地方百姓 參選了新時代的新貨物 只見如說啊 做得更快 當年的情況我一直在目 你們現在取得的成績啊 證明我們這條路子啊 是正確的 我們這裡發展每個鄉村 隔天圖後 這裡三清水舊嘛 不需要太多裝扮 再一個呢 善於經營 特別是有新發展理念 走對了路子 現在平常能夠去示範 這裡的發展後勁潛力 我也很怕 再接再密 恕神而為 鄧盛盛盟 芝麻開發 再接著吧